屋顶布满太阳能板的这栋建筑物 是为了今年7月巴黎奥运 特别打造的全新水上运动中心 由荷兰和法国建筑师事务所共同规划 以回收材料和再三能源为理念 是一座永续绿建筑 水上运动中心配置四个不同大小的游泳池 奥运期间将承办水上芭蕾 跳水和水球比赛 可容纳5000名观众 奥运结束之后 场馆容量将缩减至2500人 开放给大众使用 不会成为文字馆 Paris 2024 has made sustainability a part of its DNA since the bit so since the bit there's been an analysis of what could be our emissions if we didn't do anything and then what we could act upon to reduce those emissions 巴里是第一个宣布碳运算的奥运主办城市 与前几届奥运相比最大的突破在于建筑 95%的体育场馆都是既有或是可重复利用或回收的临时设施 降低施工带来的碳排放 巴里奥委会野心勃勃 目标将碳排放量减少到2016伦敦与2012里约奥运碳排的一半 今年的选手村当然也得低碳永续 距离巴里市中心约7公里 从设计建造到完工历经7年 占地约50公顷 总共有82栋建筑 超过3000间小房型公寓 但最引人关注的是 选手村内不会设置空调 巴里下期的日前 高温通常在摄氏25到30度之间 热浪来袭时恐怕标迫摄氏40度 运动员不是只有习惯没有冷气的欧洲人 而是来自全球各地 就怕自家选手热运影响表现 澳洲代表队打算自备降温设备 巴里市长伊大哥坚持要相信科学 奥运学手村使用地下水冷却系统 将95%租宿区的温度维持在摄氏23到26度 绿建筑透过隔热设计 就算没有冷气也能保持凉爽 巴里奥运背负永续责任 为了留下绿色奥运的美名费尽苦心 就看最后能落实多少目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均